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协伴单位为美国书法爱好者协会 北美红楼梦书画院 美国一鲁会馆 大鸿门艺术馆 北京彭书民艺术馆等多个单位 当天下午 宾客云集 彭壁升辉 近百位宾客 亲朋好友亲临现场 热烈祝贺彭书民先生的书画展圆满成功 美国中华艺术公馆长策展人鲁安宣布书画展开幕 主持人刘玲首先邀请彭书民老师 发表主题演讲和展览感言 彭书民表示 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中出席书画展 作为齐白石的第二代传人 我有责任将中华文化 尤其是齐白石书画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地 我认为越是优秀的民族文化 越是世界的 彭书民说道 在承传前人的基础上 牢记齐老一句话 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 所以我在创作过程中 对画鱼虾和蟹有了自己的体会 画虾更讲究质感 使虾肉和虾壳之间更加的分明 力争达到一笔出五色浓淡干湿胶的高度 彭书民强调 虽然自己有了一点点创新 但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 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 期待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过程中 有着积极的效果 参加开幕仪式的贵宾友 洛杉矶民选官员的代表 洛杉矶郡长伯格特别助理的代表孙伟 阿凯迪亚市议员伊林旺 尔湾市长柯汉的代表 向彭书民老师颁发贺壮 乔介代表张素九大姐 郭颂 张立安 王宁抗丽 孙小红 赵妙玲 崔宇飞 张启英 崔国健等 其举开幕式现场 美国中华艺术公馆长鲁安向彭书民赠送了 书法作品《书画为民》 并和北京联谊会会长北奥的祝贺诗词 写在贺章上 现场赠送 在开幕式现场 彭书民老师齐笔辉好 泼墨丹青 当场展示双手画瞎的独门决议 赢得振振喝彩 作为一个中国人 宣传中国文化 特别是我们棋派艺术 是我们棋派时传人应该做到的 也是必须做到的 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 我觉得齐白石艺术 就是中国中华民族的 非常绚丽的一颗星 我作为它的传人 我非常骄傲 非常自豪 也更有责任把齐白石艺术 推向全国 推向世界 特别是齐白石艺术 在咱们中国 可以说是国画的一个符号 当我出国访问的时候 包括我们好多画家在一起 一提到齐白石 包括好多世界级的艺术家 没有不知道的 因为齐白石的艺术 真的是我们人类的一颗星 所以说我作为它的传人 我非常有责任 将齐白石艺术推向世界 魅力中国记者 现场报道 愿意中国人类的传人 见过去的外部 最近有关机的人 就是明天 平石艺术 我们来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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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